周末多重力好,没有让大A走出期待中的高开,这个说实话有些意外,一方面可能是市场在对本周诸多不确定因素犹豫,中国人保上市,逆国的中期选址,美联储议席会议等等,另一方面则仍然是受到隔夜外盘腐蝶的影响,加之此前A股已经走出连续四个交易日的反弹,回调到也是情理之中。 不过上周以来,市场运量的对于重组,以及中小市值品种的一系列利好开始发酵,早趴创业板云跑盘面,而合资约也成为林长板块。 但是点半前后一个新闻,也把创业板开始形成跳水,领导对于注册制的表态来了,领导表示,为了更好发挥上海等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决定,一是将正式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芯片区,鼓励和支持上海在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大胆创新探索,为全国籍类更多可复制和推广经验。 二是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定式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三是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荐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经经济协同发展,超将经济带发展,越高澳大湾区间设想互配合。 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很多人看到注册制就尿了。 其实我们认为这是利好,事实上稍微回头看看,就能明白,当前的市场以及过去三年每每所有人落实IPO模式的时候,难道不是对眼下审批之最大的控诉吗? 对于现有的A股来说,在经历了过去三年,IPO大跃进时代之后,其实最迫切的恰恰是注册制改革的推进。 此次一系列就是政策之后,我们最担心的其实恰恰是因为市场矛盾缓和导致的改革停滞。 A股不应该沉溺于目前的可救中,而注册制是所有一切的出发点,因为注册制只意味着一件事儿,就是市场化。 市场化定价及市场化的发行节奏,行情一旦走坏,并然意味着所有希望IPO的公司定价下调。 过去核准制模式下一级市场去洗二级市场的发行模式将很大程度上缓解,而只有打破新股发行神话,才有可能真正的为二级市场牟利。 A股也只有在上的容易之后,才能考虑退的容易。 更重要的是,在模式上我们能够看到管理的升级,A股没有重蹈过去熔断时代一刀切的模式,而是猜拳了滑片试点。 这是一种管理模式上的进步,要我们说,注册制是此次A股改革的敲门专和最大的进步,而可创版更不用担心可创业版抢生意。 按照8月份萌萌的消息,可创版和先三本一样,同属于场外交易市场。 大A习惯了看到注册制就腿软,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回头看看过去三年血淋淋的IPO,未有改革,没什么可怕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